欢迎您新八卦CP to our channel 在庆祝获得奖项的喜悦中,宋慧乔突然发表了一份意外的讲话,表达了他对一位同事的情感。 据悉,那位同事是男演员黎明搞,曾与他在辉煌中合作。 在此之前,宋慧乔和黎明搞在拍摄过程中有许多甜蜜的时刻,似乎两人之间的感情从那时起就开始萌芽。 Song H-Y-A-K-Y-O的讲话让许多粉丝感到惊讶和感动。 许多人表达了对这对情侣的支持,并希望他们将来能成为韩国娱乐圈的一对美丽情侣。 此外辉煌在Biok Sang上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,使制片人和演员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。 这是一部被认为在剧情和演技方面都很出色的电视剧,而能够在Biok Sang这样的重要颁奖典礼上获奖真的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 第59届百项艺术大赏颁奖典礼会聚了众多知名韩国演艺圈明星参加。 在本次活动中,电视剧辉煌凭借其卓越表现在最佳电视剧类别中大获成功。 此外,宋慧桥和林志妍也分别荣获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奖项。 在辉煌中,文东恩宋慧桥和蒲颜珍林志妍是两个宿敌。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,这两位女星却拥有非常亲密的关系。 她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互动。 在今年的百想艺术大赏颁奖典礼上,整个辉煌剧组坐在同一张桌子前。 听完主持人的致辞后,林志妍转向宋慧桥微笑,并做了一个笔心的手势。 作为回应,女主角宋慧桥也展露了她的灿烂笑容,并回笔心。 她们可爱的举动引起了周围演员的欢笑。 宋慧桥在被宣布为最佳女主角时还说道,姐姐赢了,言真啊! 现在姐姐非常兴奋。 这对辉煌中的姐妹花所展现的可爱互动,让观众开心不已。 作为拥有美貌外表和出色演技的演员,观众期望宋慧桥和林志妍能在另一个影片中合作。 可以说辉煌不仅为宋慧桥带来了荣耀,也为反派林志妍带来了光彩。 虽然饰演配角,但她不仅获得了奖项,还获得了一个极为英俊的男友李杜贤。 感谢您关注宋慧桥的新闻。 YouTube频道明星飞闻CP将持续更新新闻,感谢您观看我的视频。 请点赞、评论和订阅我的频道,以便不错过有关明星和娱乐圈有趣故事的最新视频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,以便不错过有关明星和娱乐圈有趣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,以便不错过有关明星和娱乐圈有趣。